钱在户口里面的没见呢 没有存折呢 没有存折呢 我存折是吃掉了 吃掉了 情绪好激动 老先生坐在柜台前 不断向园警表示 自己的存折被吃掉了 钱也不翼而飞 去年就领完了吧 原来临走前的是去年的自己 但老先生早就忘光光 不论行员怎么解释都不相信 还不断喊着心好痛 心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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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原警将老翁送医 进一步追查发现 桃圆这名高龄98岁的孙姓老翁 以为户头里的2万元美金被盗领 也不接受行员的解释 最后只好报警求助 原警到场后发现 他还被里长通报为 失踪邪寻人口 经了解老翁的子女 定居国外 托里长照看年迈父亲 但周五里长去探视时 老翁却不在家 失去音讯 里长赶紧联络家属 并报案协讯 听原警到场了解 该位老先生因记忆落差 误以为存款遭到而气愤不移 原警及航员 离清说明后 安抚其情绪 之后送其返家 所幸在原警的护送下 老翁最后平安回家 也在家人的劝说下 打消疑虑 结束一场误会 民事新闻周炳瑜 桃源报导 这一切都会尽不移 尽不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